嗨各位学员们 大家下午好 那又来到了我Tony 丁老师要跟大家分享有关于到一些股票投资的一些精华 然后还有因为我有发现到了一些投资的机会 尤其是现在在当我在分析股票的时候 我看到了一些投资的机会 然后我觉得说就是应该要拿这个出来跟学生们分享 因为这个机会不是每次都有的 就是很久一次 那我们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如果错过了这个机会以后的话 可能就需要再寻找别的机会 因为好的机会不是常常有 然后在这里我们也是可以知道说 最近我们可以看得到最主要的东西就是 最主要一个情况就是美金一直在周涨对吗 OK美金周涨 那另外的一个我跟大家讲的就是说 大家可能忽略掉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讯息 就是说 现在的欧元基本上也是已经开始见底了 OK开始见底 这个是 所以呢最主要是等一下我会从这个角度上切入 然后跟大家讲一下我刚刚分析到的这只股票 然后这只股票到底是有没有机会可以让我们购买 然后我们要怎么样来从这个情况里面来获利 OK最主要这边我们看到的是美金周涨 什么股票我们可以投资 OK最主要现在这个是我跟大家分析的这个东西 OK然后在这里呢我本身看了很多很多股票 那我相信之前有跟我一起的学员们都知道 我有跟大家分析过有包括Focus Lumber 有包括Top Glove 有包括等等等等很多的股票都是跟美金是有关系的 就是美金周涨了之后我们投资这些股票是有好处 那在这里呢今天我突然间在早上起来的时候 在去吃完早餐过后回来 那我在准备我这个接下来12月份的这个slide 就是因为我要跟大家讲解中国高铁 尤其是这个中国一带物进来之后有什么好的股票我们可以投资 然后不小心让我看到了这只股票 OK这只股票 那这只股票呢就叫Magnitech 它是Magnitech7087大家可以看写下来这一只它的股票的偏好 然后为什么会拿这只股票出来跟大家分享 因为我看到这股票过后我是非常激动 那为什么会激动呢 我大概跟大家讲解一下 那这只股票基本上首先我先跟大家讲解它做的生意是什么 然后它最主要的生意是包括服装跟包装 OK服装方面基本上它是有佔于85.7%都是来自于服装 然后它的服装呢就是那种基本上是运动服装来的 然后它拿了很多的这个contract 尤其是这个Nike的鞋子对吧 就是我们穿的这个我鞋给大家看一下 学们大家都懂Nike鞋 那Nike的服装也是 然后很多sport就是那些运动服装都是它们代理很多 它们contract 然后它们的包装方面 OK包装这里是占了14.3% 总共加钱差不多是100% 它的收入大多数来自于这边 如果大家去看这支股票Megme的话 在2006年之前的时候 这支股票其实没有什么赚钱 它的股价是平平的 然后涨一点涨一点这样的 突然间在2006年的时候突然间暴涨上去 那为什么会在2006年的时候 这支股票会暴涨上去啊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它把它的这个商业的模式开创了另外一个出来 就是它有卖这个运动服装 然后那个运动服装就是刚才我们所讲到就是那种Nike 最主要是Nike的这个服装 所以呢导致它这支股票突然间暴涨赚了很多很多钱 然后它最主要说 这里还不是最重点 最重点的是哦 我们今天要讲的是美金走涨 对不对 还有就是欧元有机会走涨啊 见底哦 然后它这支股票基本上它是出口到美国 OK 它的这个 它的出口的这个服装 它是出口到美国 第一个 第二个是欧洲 OK 南美 中国 日本 墨西哥 OK 然后大利亚 还有加拿大 OK 最主要的关键点这里 大家要看的就是美国跟欧洲 因为我们都知道是两个国家基本上现在呃 都是它的美它的这个美金走涨 然后这个呃欧洲 都是在走涨的它的 currency OK 它的汇率 所以要怎样子能够影响到它 其实是这样子 因为它的产品export出去过后哦 只要我们算是它的produced 那个sales beauty没有涨都好啦 基本上如果是这个美金走涨 对它来讲肯定是有利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间公司 这间公司的RE基本上哦 是28.37 OK算出来 所以有很多学员 基本上有来上过股票交流会 或者是有跟我有上过课的学员们哦 都知道基本上哦 我们的RE最主要是要超过15个percent 那这个我常常都会讲 然后呢 这间公司已经超过它是28.37个percent 所以对我个人而言 我个人就觉得这间公司的management 基本上管理很不错 因为它很会管理我们的equity啊 然后另外的就是PE PE是Peter Link所用的方式 这边是7.57 就是说它的公司是低过10% 低过10% 所以所有学员们我相信也有学过 就是低过10的话是很便宜的啊 所以大家懂为什么今天我会把这股票拿出来跟大家讲解释哦 就是跟大家分享 因为真的是太过激动了看到它哦 OK然后在这里我们可以看是RRI return on investment 是27.81个percent 简单来说如果今天我们投资这一间公司 然后我们是呃成为它的股东的话 我们是把钱投资在这间公司 这间公司可以produce生产给我们的回报率是占于27.81个percent一年 OK就说简单一百块给它的话 还帮我们赚27.8 OK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的话 另外一个就是最蛮重要的一个就是股息 股息一间公司能够有给我们股息就说 这间公司第一是它不吝啬 第二这间公司是有赚钱 没有赚钱公司是没有可能有钱给股息嘛对不对 所以在这里它给余的股息是2.63个percent 所以每当我讲到这里过后很多人就会讲 像我把钱收在银行之后 我把这个收在股票都是有钱的 啊这是对的没有错 所以把钱收在银行基本上是 是肯定是吃亏的 所以如果有机会不要把钱收在银行 收在股票 不懂要买什么股票不用紧了 特空的时候去找我的wechat wechat我就可以了 我什么都不多 我的dips最多 然后特空可以请我出来喝茶 没问题 OK来这里我们来看一下 另外的一个就是 当我看到它的股息收益率2.63 不是这样子就结束了 我一定要先去看它平均五年 这五年里面大致上它有没有给我们 一个所谓的 consistent 就是一直有给股息 然后它股息 从五年来看的话 average 中平均是3.27% 都算还是不错 然后当我拿出来算过后 我算出来它的每股现金 基本上是三毛九 每股现金流是一毛钱 这个还不是 大家可能看了不是很明白 就是说简单来说它每股里面 它它所占你的现金 今天我投资一块钱的话 它里面每股现金 其实我只是剩下三毛九而已 OK 这是现金流剩下一毛的意思这样子 OK来 再来 那我本身最当我惊讶的就是 我自己的一套方法 我所用的SRI 就是长期潜在回报率 当我一算了吧 我算到它有55% 简单来讲 它现在的价位实价是四块一毛七 就长期来算可能以后 我不懂多久 可能是五年十年 这我们不知道 可是我们可以看得到的是 以后它可能会有很大机会 它会涨到接近六块多的价钱 这个是长期 然后短期回报率里面 我们可以看得到 这支股票是 钱有的是10% 可以让我们再赚一个10% OK 这个是它的基本面 我跟大家讲 这个基本面还算是不错 然后当我去算的时候 我再看下去它的实价跟历史高价 这里可以看到历史高价是四块半 可以四块半 然后它的实价是四块一毛七 简单来讲 如果今天我买这支股票四块一毛七 它涨回历史新高四块半的话 我只是赚它一个7.9% 所以其实不是很拨算 所以大家尽量不要在这个时候买这支股票 所以听到我分享 不要直接跑去买 那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分析的方法 大家也可以继续回去 过后在自己的家里再分析 因为今年是12月了 12月可能大家就比较得空 因为是一个年尾了 很多人都会选择在这个时候出国 那出国的 当然千万不要忘记 就是花一点时间去找出好的股票 因为让我们有机会在2017年的时候赚点钱 OK 然后这里呢 另外一个第十一个就是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四一个环节就是 这一个股票 基本上这个 MACNI 7087 它在这个10月11号 2010年的时候 它有给了一个 interium的股息 然后这个interium的股息 是它的x take 是在10月11号 简单来讲 它刚刚x take 所以 每次我都会跟所有的学人们分享 就是 只要是股息x take之后 应该股价都是会跌的 所以现在的时候 大家千万不要去买这只股票 就是 什么时候才去买这只股票 我们知道这只股票是好的股票 只是赢了一半 OK 只是一半而已 我们懂基本面 知道这股票好 OK 有潜力 只是赢了一半 因为如果我们今天去买的话 可能我们会很痛苦 为什么会痛苦 因为这股票会先跌后涨 所以大家要看住 它一直跌下去 然后能够承受它的跌势 OK 所以我个人以技术面去分析了过后 那基本上我come out的一个conclusion OK 总结就是 买入的价钱 其实最好是在3块8左右的价位 OK 3块8左右的价位 这个是我自己个人 我认为不错的一个价位 然后卖出价位肯定是在4块半 或者4块半以上 OK 所以我们的回报率 基本上是接近18个percent左右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 18个percent 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子 最主要是因为这间公司 刚才我们有提到 它是有出口去美国 还有欧洲 对吗 OK 然后呢这里呢 我们知道美金州长 美金州长肯定他的income 他出口去给美国 他一定是赚更多 这是其中的第一个 是跑不掉的东西 然后第二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这个就是外汇啊 这是它的汇率 这欧元基本上已经见底了 如果大家去investing.com 还是在自己的platform 不管是在有看外汇的话 大家可以看得到 它的底部 间底是1.0513左右 OK 1.0513 然后呢 它的整个主力点 现在它已经走涨上去了 已经动到底部 已经开始走涨 超过这个 就是在中间的 已经走上去 在这个两个的中间 然后呢 它基本上 要提定度 它要去的地方 是1.0807 所以总共简单来说 它还有1.03的增长的空间 这个是欧元 所以对它来讲 它基本上 它是出口 也是有出口 去这个欧洲 所以呢 我看好这支股票 其实在长期来看 也是有机会 然后再来 它跟中国有扯上关系 看到吗 它也是有export去给中国 然后如果大家有去中国 台湾看的话 大家可以发现到 基本上很多台湾人 跟中国人 他们都很喜欢 穿那种运动鞋 运动服装 因为什么看起来 比较有活力 所以肯定 我们会看到 中国市场 是非常非常的大 然后再加上 我们看到 我们这个中国 已经基本上 跟我们马来西亚 已经开始有一脚了 对不对 他们要给我们钱 去建这个高铁 所以可以看得到 接下来 有很多的机会 基本上 马来西亚的股票 尤其是那些 被低估 或者是有钱力走涨的 一些股票 肯定接下来的 在 接下来的日子里 他们有机会 会大赚 所以现在的时候 我们就要开始布局 所以为什么 我常常跟所有的学员们说 接下来的几年 就是我们大选升手的时候 为什么会是这样 因为我们知道 现在在马来西亚 有很多的股票 都是已经被低估 然后没有什么人去发现 然后那些被低估的股票 现在我们 必须要做的一个功课 就是把那股票 慢慢的一个一个找出来 然后把它整体 有没有潜能 会中涨 以后接下来 把它做一个record OK 做一个record 变成是我们的portfolio里面 然后等到有机会的时候 OK 我们就可以进股了 然后在2017年 我们可以看得到是 也有可能 在2017年的时候 我们的股市会走跌 因为在12月 OK 也轮要升息 是必然的事情 因为我们的Num Fund Payroll 已经看得到是 很不错 有走涨 然后Unappointment rate 也是有走跌的现象 OK 所以以这样子的情况 美金走涨 美股可能会走跌 那就会影响到 我们亚洲 东南亚 国家 有包括我们的 有包括新加坡 包括马来西亚 基本上也会受影响 所以呢 大家就是要特别的去注意 然后把这些公司 把它找出来 然后准备好 今天我们所谈的 不是我们要去赚 这个18% 还是去赚它 这个7% 我们要谈的不是这些 因为这些全部都是交易 我们要谈的是找出 那些这样子的股票 包括之前我讲过一支股票 叫Focus Lumber 只是最近它的收入是 不是 就是它的Quarterry Report 有走跌嘛 所以Long Term来讲 基本上也是有机会 只要整个趋势扭转 它就基本上会走涨 走涨上去的话 就不只是这样子的一个Return 我们看的最少都是30% 或者是以上 OK 所以这个就是我今天 看到的一些股票 然后我就想要跟大家做一个 很重通很想要跟大家分享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通过这个Live的Facebook 有时候我看到什么股票 我会直接分享 然后从中大家可以学习 然后如果大家觉得 这个video对你有帮助的话 就麻烦大家把这个video share出去 然后可以给更多人有机会 能够赚钱 也可以帮助到他们 OK 所以这个就是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 希望可以带给大家一些价值 OK Thank you 谢谢大家